又來這種 舒欣宜2021年被診斷出罹患乳癌 經過一年多的治療 他抗癌成功並升格當作家 時日他出席新書造勢 記者會 勞工為私理 甜蜜相伴 愛的親親好不好 愛的什麼 親親 又來這種 又來這種 親親一點就好 不要親到你的變性 好啦好啦 就是很多人都問我說 你幹嘛那麼早結婚什麼 你們看得懂嗎 你說看得懂嗎 大概就是這樣子 就是要遇到一個愛你 我記得我有一次在 快要治療完的時候恐慌症發作 我就跟他說我不玩了 我說我要放棄了 結果他就 剛好在外面應酬 他就說你等我 你不要動 你等我 你不要動 然後跑回來 然後就跟我小乙大乙 慢慢的跟我講了很久 然後他就告訴我說你不要怕 怎麼樣我都會陪在你身邊 所以我覺得 學老公還是蠻重要的 就是要選一個能夠鼓勵你的 因為我覺得有些人走著走著就走散 一直都很矮 感情有越來越濃嗎 他在看著我有 因為他還有精心啊 有啦 不是 因為我們兩個不是太肉麻型 喜歡曬恩愛的 所以 這種東西對我們在大家面前要表現出來有點尷尬 你知道 那愛當然一定愛啊 然後 然後我們都知道對方是很重要的陪伴 他就是一個很很心細的人 那我之餘他 我有時候就覺得我自己真的做不夠好 所以我只能靠其他方面來補牆這樣子 對 哈哈 你問他啦 他 對我都很不好意思 他一直講 你知道 你是不是覺得很尷尬 我們那個時候啊 光頭的時候 他反而就是 一直叫我拍一些好笑的作品 然後一直叫我 拜一拳超人 什麼之類的 我真的不知道他哪來的靈感 但是我還是 他說 他就說 我跟你講 你就是做那個動作 什麼什麼動作 他就做個動作 你就這樣 你就這樣 我就幹嘛 然後他就 其實就是要把我跟那個圖放的對比 然後 然後也沒有發出去 但是就覺得好笑 然後自己看 那其實 你知道真的已經身心俱疲了 還要 配合演出 真的 但是 當下一直覺得很煩耶 但是一看他真的就笑了 然後他也會找很多好笑的影片給我看 所以我覺得 另外一半 你看他 他心理壓力有多大 他要面對老婆 不知道 是 後面會怎麼樣 然後他壓力也很大 所以他還要 顧著取笑我 然後甚至還會辦 就是 就是 幼稚的女生 然後 綁那個沖天砲頭啊 什麼之類的 就是 我覺得他是真的很感動 讓我非常非常的感動